Hello,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今天是咱们中国年的除夕 首先我在这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牛气冲天,好运连连 前两天早上起床,我家的妹妹突然开始流鼻血 我自己也觉得嗓子有一点干燥 我就跟老盛说,你去看一下是不是咱们家的加湿器有问题了 果然啊,老盛一检查就发现原来是加湿器的湿度控制器出现了故障 那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身体呢,其实就是一个警报器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任何一个物件出了问题 那他们都会及时的通过各种现象通知我们 尤其是寒冷的冬季,室内保持合理的舒适的湿度异常重要 所以啊,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 就是如何来判断室内的湿度是否正常 以及什么样的湿度是最适合和最健康的呢 在加拿大啊,漫长的寒冬使得暖气炉长时间的持续的工作 同时呢,因为大部分的暖气炉是风暖 也就是通过出风口往外吹暖风的形式供暖 所以啊,一到开暖气的季节 室内的空气就会非常的干燥 而干燥的空气呢,又会导致我们的水分 从我们的皮肤蒸发,夺走人体的水分 皮肤呢,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应的症状 例如皮肤搔痒,鼻腔出血,嘴唇开裂等等 还会导致更多的健康的问题 比如说各种呼吸道疾病,容易感冒 产生过敏和哮喘,甚至加重打酸的症状等等 那空气干燥啊,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人体健康的问题 还会对室内的木质地板,家具和墙体开裂 以及静电危害等等问题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啊,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是家中出现了上述的情况 那您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咱们室内的湿度出现了问题 那么湿度呢,是表示空气干燥程度的物理量 在一定的温度下,在一定体积的空气中 含有的水汽越少,则空气越干燥 反之,水汽越多,那么空气就越潮湿 那空气的干湿程度呢,就被我们称之为湿度 当然了,家里面的空气太干或者是太湿都不是我们的目标 通常呢,我们会用相对湿度值来衡量和界定舒适的湿度值 那相对湿度是什么呢? 相对湿度啊,就是说用空气中的含水量对比或者叫除以当前温度的空气中最大能含水量 由于两个水量相除,所以家里面有湿度剂的亲们 现在啊,就可以去看一下,湿度剂上一般都是用百分比标记的 数字越高,那么就说明家里面的湿度越大 在我们女生的美容知识里面 一直都强调皮肤要保湿 那么是不是湿度越高越好呢? 答案是否定的 室内的湿度过高,也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那根据ASHRAR,也就是美国共热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协会的数据 过高的湿度会导致霉菌、真菌、尘满和其他害虫的生长 那室内的湿度超过60%,霉菌就更容易滋生 疾病和细菌的繁殖呢,也会更快 所以啊,对于患有哮喘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人 室内的湿度建议不要超过50% 因为过高的湿度呢,会加剧症状 另外呢,根据咱们中国的气象局发布的研究数据表明 空气中湿度过大的时候,人体中的松果激素量也会较大 体内的甲状腺素以及肾上腺素的浓度会相对的降低 细胞呢,就开始偷懒 人啊,就会反映在无精打采、萎靡不振 或者说长时间在湿度较大的地方 比如说高山上,比如说海岛 在这些地方工作、生活 那么很容易患风湿性、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等等的症状 所以啊,请大家记住 并不是说家里面的湿度越高越好 那么重点就来了 什么样的湿度是最合适、最健康的呢? 还是根据ASHRAR,也就是美国共热制冷核空调工程师协会的数据 人体理想的相对湿度范围应该在30%到60% 而45%到55%的相对湿度 是人体会觉得最舒适、也是最健康的 如果啊,您看过其他的文献 有的可能会说50%,有的呢,可能会给到35%到65%这个范围 当然了,这些都没有错 因为人体呢,不太容易区分35%的湿度和50%的湿度 而且啊,每一个人的体感也会因人而异 那同时呢,湿度跟温度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啊,室内的湿度不需要常年保持一致 最好呢,是根据室外的天气变化而改变 一般来说,冬季室内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 或者叫68华氏度到24摄氏度 或者是75华氏度之间 相对湿度应该在45%到50%之间最佳 那么到了夏季,室内的温度呢,保持在23度或者是73华氏度到26摄氏度 或者是79华氏度之间的时候呢 相对湿度在50%到55%之间最佳 当然了,更加具体的设定还应该根据你所在的当地的气候环境而定 那我们下面张贴的呀,就是中央加湿器的厂家建议的湿度设定值 那么大家呢,可以仔细看一看,参考一下 OK,今天的视频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在这里呢,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如何可以有效的保证室内有一个适合的湿度呢 请大家呀,自己思考一下 我们在下一期的视频一起跟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订阅分享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